玉里正原住民记忆延期中心工程109年 和原民会争取到500万元经费 而现在111年了却还没有着落 玉里正名代表叶维奇还有秀吉萨夫洛两位呢 特别在代表会质询时表示很不满 所有建设案进度都很缓慢 他们希望公所能够重视也调整内部整理 不要耽误到玉里正名对公所的期待 玉里正名代表会定级会 16号是由叶维奇以及秀吉萨夫洛两位代表进行质询 其中叶维奇更是针对109年 向原住民族委员会争取的500万经费 设置的原住民记忆中心工程 到现在迟迟都没有下落 现在已经111年了5月16号 几年了我在想这个 我在想这个原民客科长非常清楚 每次头部在开会一定会问 我在想他也打不出来 建设客你是专业 来回答我一下 现在这个原住民记忆中心 我们要关起来吗 还是要怎么做 另外秀吉萨布瑞表示 原住民在玉里的人口数也有8000多人 希望玉里正公所针对原住民相关的建设 能够重视并且换了代理镇长之后 更应该要加速 都是我们原住民的建设 这些都是非常大 但是 几经波折到现在 还湿成大海 玉里正的原住民记忆中心 在109年跟原民会争取到500万元金费 到现在111年迟迟都没有着落 玉里正民代表叶维奇 以及秀吉萨布洛两位代表 在代表会咨询时相当不满地表示 所有建设案进度非常的缓慢 希望公所能够重视 并且内部做调整 不要耽误到玉里正民对公所的期待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